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队伍 分别是山东鲁能排第一 武汉安心百分百排在第二位 那么第一场的比赛是由刘诗文对顾热晨 顾热晨是一名1994年出生的小将 他们俩在前两次就是第一阶段交手的时候 刘诗文赢得也很艰难 3比2的比分战胜顾热晨 那么在半决赛 刘诗文还输给了另外一个小将陈幸彤 所以现在到了决赛正是年轻选手 冲击名将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来看双方第一局 从两个队伍的第一单打主力来分析 现在朱玉玲的状态肯定要稍稍好过刘诗文 但到了决赛都不好说 要看整体大家的临场发挥 今天确实是决赛一上来以后 我们观众也很兴奋 我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憋足了劲 在这儿在呐喊 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 一定是火药味非常的浓 在赛前的话 我分别也跟两个队的主教练 也交流了一下 大家确实对这场球也充满了信心 也充满了期待 尤其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 他们觉得是绝好的锻炼的机会 分别我今天刚才跟于国鹏和饶靖文 我们都有一些交流 那么他对他们年轻的队员 打到这个份上 他们还是很欣慰的 但是我也做了点功课 可能做的功课还没有邓亚平那么多 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他们一张嘴说的 就是他们下风 每个人都说自己下风 一到决赛这球我不好打我下风 万一赢了呢 给自己也是减压卸包袱 对 2比3 加油 那么从小将 顾若晨来看呢 就是他要克服一个 决赛的一种紧张的气氛 把这种紧张的气氛 转化为 转化为 一种在场上 拼杀的状态 漂亮 4比2 加油 相对来讲呢 顾若晨肯定是 博的心态也更重一点 因为毕竟他年轻 他博这个刘世文 这个大牌明星 他相对来讲 心理压力会小一点 但是呢 年轻运动员 在打到关键球和 这种决赛这种场面上来讲 其实对他也是 巨大的一种挑战和压力 他一看 他这么紧张 这个又是这么关键的球 有的时候 想搏也不一定能够搏得到 还是要看他自己 对自己的把控的这种能力 看到国家队的教练 女队教练全都来到了现场 丁宁的教练陈斌 奥运冠军颜森 以及刘志强 李笋 乔晓卫 乔智岛 他们都在观看 今天的女团的决赛 3比5 那么在第一阶段 两个队伍 在主客场交手两次的时候呢 分别是山东鲁能 两胜 武汉安心百分百 当然第二次打的时候呢 因为刘世文有伤 没上场 0比3 武汉就输给了山东鲁能 好啊 3比5 哦漂亮 4比5 加油 加油 江水环 这两支队伍呢 实际上他们是 从前天 就打完了半决赛 是吧 那么等于他们准备了 将近两天时间 所以姚敬文呢 有时候跟我发微信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说 他一直在准备这场球 就时刻在准备着 非常重视 武汉安心百分百 就刘世文领衔的这个俱乐部呢 去年他们是拼超的亚军 这是第二年进入拼超 那么今年呢 他引进了刘世文 以六百九十九万的高价 引进刘世文 看出来他们对冠军的这种渴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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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局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 实际上还是在争一个主动权 顾热臣也是如此 主要是用正手来找机会抢了 得分 6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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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局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 加油 从第一局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 顾热臣 这笔心我们看到刘世文啊 节奏很快 动作很紧凑 而且他今天我们看到这板球 在相持当中连续三板四板 给住对方的中间位 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决赛之后 对于运动员来讲 他战术的贯彻是一定非常坚决的 他一点都不变 就是盯住中间 然后自己呢转为进攻 8比7 加油 加油 刘世华 加油 加油 刘世华 漂亮 这个球呢 其实 激发球质量接的一番 但这个球不该往正手拉 对吧 而且拉了一个球相对比较慢的一个球 所以正手的球啊 不要轻而易举的送 要送一定要有质量 哇 漂亮 漂亮漂亮 加油 加油 我们看到 这个顾尔臣 这个球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但是没拉上劲 对 他这个侧身是没拉上劲 侧身这一板还是没有拉上劲 但他总体来讲 他已经被刘世伟打动了 他已经掉位了 他没办法了 掉动开了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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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山东鲁农俱乐部 原来呢 这个俱乐部呢 有李小霞 陈梦 李小霞呢 现在没有参加拼超 山东鲁农俱乐部 男的有张继科 今年张继科呢也殷商 没有 打拼超 11比8 安心百分百 刘诗文 这样11比8 刘诗文 赢下了第一局 杜亚萍 我觉得第一局 顾尔臣还是有这种 薄杀的尽头 但是在具体的这种 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的 强度 力度不够 诶 我也是这样认为 就是一开始上来呢 还可以 然后呢 刘诗文有几个 五位失误 但是打到 你看打到8比8这个球 是吧 明显的显得自己啊 开始保了 然后呢 这个出手呢 就是在那描 是吧 就是加保险加了很多 对年轻的小将来讲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是放手一搏 因为你不管是 从你对球的理解 和大赛的经验 对吧 你比不过刘诗文 那么刘诗文一定会在你之上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呢 用更加积极的这种心态 然后去搏对方 特别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 要打得更稍微的凶狠一点 让这个刘诗文啊 在接球的时候啊 有所顾忌 这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打这样的一种猛劲 因为你不靠猛打猛冲 你要靠打阵地战 你跟这些个大盘的明显打 是很难打得动他的 就是要用一些什么的超常规打法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的专业人来讲的 就是不讲道理的打法 就是超常规 就是该发力不发力的时候要发力 这种球要多打一点 这样的话让大盘的明显呢 手呢哆嗦 不知道这个球啊 我稳一点好 还是更凶一点的好 这个时候让他产生犹豫了以后 自己得分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战术 你可能才能博得到这场球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一比 加油 加油 刘诗文呢 世界排名第二位 四次夺得世界杯单打的冠军 今年的里游奥运会 她是女子团体冠军的成员 在这次平常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当中 她的单打呢是25胜 七负排在第二位 仅次于朱宇玲 一比二 朱若晨呢 她唯一的一次国际比赛是在2015年德国公开赛上 她获得单打的第三名 本次赛季她上场不多 一胜四负排名第四十二 三比一 三比一 加油 她的一些道理和原因 就是她的技术风格 技术打法 是具备一定威胁的 一二比四 你看她每次吧 开局都不错 打着打着呢 就有点没有坚持自己的打法 所以呢 看看这一局小将能不能及时的完善和改进 在第一局的这个处理球 尤其在关键球的处理球上面 能不能会更好一些 二比五 朱宇玲 朱宇玲 加油 朱宇玲 加油 朱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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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朱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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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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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最球打得还是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出手呢 保了 没有发出力来 侧森内板球拉球的质量就在下降 还是啊 我感觉啊 顾若晨啊 这姑娘啊 正手也不错 还是不够放手 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搏 你说的意思就是搏杀 需要一搏到底 不是说你前面搏 你后边就保 是吧 你一搏到底 必须有搏杀的这种精神 内心要能够完全的想通 对 他是搏着搏着 凶着凶着 一看有希望就搏了 所以搏杀不是那么容易的 打这个没有道理的球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是需要水平的 需要能力的 其实是没有道理中的道理 还是具备一定的道理 对 他的水平的实力在这儿 相对凶狠 对 哪边 七比六 刘世文在反手相持这个环节当中 他的这种内容 他的变化 他的旋转 节奏 还是要高于顾热尘 所以他在反手相持的时候 一是非常自信 二他落点 他有中间 有反手 然后有转 有轻 所以顾热尘呢 还是要多使用自己的正手 用正手来进攻 漂亮 七比八 漂亮 这个球啊 这个刘世文保守了 是吧 第一板斜线你看 抢要变了 但是已经拿两个斜线球了 对吧 变晚了 现在这个时候都在加保险 你们看现在的出手 都加了不少保险 好的 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非常好 刘世文的反手 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非常好 你顾热尘的反手的变化要多 对 他有旋转 老道嘛 他旋转比他强 对 老将就是打得惊艳嘛 就是老道嘛 对球的一种理解 该凶的时候 该凶的时候 该凶的时候突然轻了 就是老道嘛 处理球是很成熟 好的 这个球漂亮 你看这个球很巧 没有发死力 而是拉了一个中箭位 这个球呢 基本上也就是死球 因为很难防中箭 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小心哦 这个球发严密了 还是出台 哇 刘世文拉得太正了 这个球对 太正了 拉的缺少什么呢 缺少要么你再快点 要么你再慢点 突然性 突然性 你这个球拉的就是太平淡 对 太匀速了 对 太匀速了 而且落点也不好 正拉的反手位 好 看看刘世文 这个发球拳 11比8 着急 这个球有点着急 第二拳 下一第二局 这样11比8 顾尔晨 扳回了一局 双方在这第一场 单打的较量当中 前两局打成了一平 也是8比11 也是这个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看起来两个人 还都是有犯错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对于小将来讲 今天总体 我觉得还发挥的比较正常 打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这个水平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他总体要跟刘世文 打呢 需要更加的放开一些 出手的时候更果断一点 现在出手我觉得 稍稍还是有一点犹豫 或者是有一点保守 所以呢 在出球的质量上来讲 如果你不能够给刘世文 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么刘世文的变化比你多 节奏比你多 那么你就会很难受 会被牵制打 所以呢 我觉得他对小将来讲 还是放手一搏 尽可能达出自己的速度 和旋转和力量 那么对于刘世文来讲的话呢 他被小将在拼 那么自己呢 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和特藏 是吧 那就是他对整个球的理解 局势的把控的能力 没错 关键是把控的能力很重要 观众朋友 您听到的是邓雅萍 为您带来的总决赛 现场的这个评论 我刚才看了一下 双方在第一阶段 交手的这个比分 刘世文是打到决胜局 8比6赢的顾若晨 也就是说顾若晨 还是很接近 打刘世文的球呢 他还是有机会 有希望 从今天的球看来是有机会 看谁能够更能把握住 到关键球的时候 漂亮 没第二 其实刘世文在多拍的情况下 他要好过于顾若晨 是的 他的整体实力 对 所以他尽可能给他打到多拍去 好的 刘世文 顾若晨的发球看起来还是不够严密 经常漏 这个球 这个球刘世文加质量之后 顾若晨想侧身 顶着他 球非常顶 对 一拉手 是吧 这球就在板边了 4比1 4比1 女子团队 女子团体冠军的争夺战 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对山东鲁能 这场比赛呢 是在安徽合肥金种子体育馆进行的 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对山东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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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老少女 加油 加油 5比3 谷若晨充分地需要发挥自己的 这个正手的跑动能力 连续进攻 你看他的这个风格呢 就有点儿像这个冯雅兰 他正手好 正手能够全台进行强攻 这局我觉得刘诗文 打得更加技巧了 对 更加积极一点 对于这个孤若晨来讲 我觉得呢 有点保守了 刚才第二局拿下来以后呢 看到点希望以后呢 保守 保守呢 质量一下降以后呢 他实力他对不过他 从整体实力来讲 他对不过刘诗文 他也是一种规律 就是说他在第二局拿下来之后呢 这个人呢 对困难的这种准备啊 就有些忽略了 上来对方的变化 对方的这种进攻 就会加强这种质量和速度 你看这种进攻 所以你看这个球 对于这个孤若晨来讲的话呢 他不能打阵地战 他不能给他打多拍 打相持 这他不占便宜的 他尽可能是在发挥前三板的优势 发球很不严密 经常露台 一露台以后 你前三板就破掉了 漂亮 完全打到刘诗文的套路上 这样十比三 刘诗文赢下了第三局 在前三局打成了二比一 这一局我觉得刘诗文啊 毕竟是最顶级的选手 就第二局输掉之后 他很快能够找到对方的破绽 能够加快自己的整个进攻节奏 让对方呢 没有招架的余地的那种感觉 对 自己呢 现在他基本上呢 知道对手的一个情况 对整个场地的这种适应 我觉得也完全入了这个 比赛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觉得打得非常好 只要按照这样的一种节奏打 我觉得应该还是 没什么问题对于这场球 但是对于小将来讲呢 顾若晨我觉得要好好地去总结 那么既然第二局能够拼下来了 第一局呢 也还不错 在领先的情况下 结果打到这个8比8 我输了 这个输掉了 那么第二局赢了这场球以后 赢了这局以后呢 第三局打得怎么就 就完全差得这么大 完全没有打出自己的激战数 就是好的运动员 他会很快地应变 知道你对他的一种激战数了以后呢 他也要相应地再去变化 对对对 但是对于小将来讲呢 显然这种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是 而且呢 我觉得呢 他千万不能想 我怎么想要把这场球赢了 而是他不要想赢和输这个事儿 而是要把自己的球全部要发挥出来 就是有更多薄杀的这样的一种念头 就是打一些没有道理的球 不讲道理的球出来 就是质量更高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对漂亮 第一比零 冰超联赛总决赛呢 是连续进行三天 从12月的29 30 一直到2016年最后一天 就是今天的31号 那么男女团体 在第一阶段前四名 在前两天呢 分别进行了四场半决赛 今天就将产生男女团的 拼超的冠军 好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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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将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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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将来 新冠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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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将来 小将来 духов白 一比二 加油 对于库若纯来讲敢于出手 敢于打一些冒险的球 比他原来呢要凶狠一些 这样才能驳得到 还有就叫调动刘诗文 对 刘诗文 刘士文个子比较矮小 所以要把他的正手这边 大角度调开 对了 你看 这一出质量 刘士文他不大站得住呢 这才能够出一些机会 对于小将来讲呢 跟高水平的一点 明显比他实力高的人 一定要发力不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多发力 打一点看似比较冒险的球 但只有这样才有机会 其实还是挺有把握的球 不能保守 保守这场球肯定输 那么这两天呢 也有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 热爱乒乓球的球迷朋友 来到安徽的合肥 包括到了运动员所居住 下榻的酒店 在那个酒店的大堂里 就等着这些运动员 回反手 对了 对了 二十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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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清兵 加油 加油 新清兵 加油 加油 今天这球啊 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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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确实值得 或者是说 有得一拼这球 还是有希望呢 还是看看他足够不够胆量 对 看看这局 能不能脖子出来 关键第四局 顾热臣能不能打出优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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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志环 加油 孔志环 加油 加油 孔志环 3比4 好球拉的 这个球拉的很巧 拉一很轻很短的球 这样的话呢 顾若晨就没跟上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运动员 对比赛的这种阅读的能力 该轻的时候轻 可能有时候反达一些逆思维的一种球 这个都是对于球的一种理解 好的 加油 加油 现在顾若晨叫了暂停 山东鲁能这个队伍呢 在拼招联赛当中呢 曾经五次夺得冠军 分别是05 08 101 14年 夺得拼招联赛的冠军 而且这次呢 朱雨林一记绝尘 在这个单打排名胜率榜上的高居榜首 一直排在第一位 和第二名的胜场胜负率 相差着六个胜场 朱雨林是31胜 二负 刘诗文是25胜 七负排在第二 女子的拼招联赛呢 我们知道也走过了很多年 从95年开始 赛会制到联赛制 其中有很多队伍都获得冠军 比如说像江苏无锡山河俱乐部 曾经在96 98年 1999年 三次无锡山河俱乐部获得冠军 北京 北京的俱乐部也曾经三次获得 女子拼招联赛的冠军 朱雨林 加油 朱雨林 加油 朱雨林 加油 4比5 朱雨林 加油 漂亮 典型的一个发球抢攻 这就是薄杀球 真的是 而且胆子很大 开场的直接侧身反 而且这板球 刘诗文拉的接的 质量还是很高的 所以他照样 你硬碰硬的这种强势进攻 漂亮 漂亮 朱雨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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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己叫完暂停 顾尔臣好像突然有一点乱了 或者说就像邓雅平刚才讲的 小将呢 他在对这场比赛的这个认知度啊 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搏杀的 但是打到后面你看又开始很小心 是吧 慢慢他就变得处理球过于谨慎 六比七 总体啊 看下来这个顾尔臣打球啊不够严密 你看老漏 从发球开始就经常漏 基本上都是出台球 打球的目的性还不够 还需要再精细一些 他往六比七 关键球啊 这个球是个关键球 漂亮 七比七 双方在 第一次交手啊 在拼超联赛第一阶段 也是打到决胜局 看看今天啊 还能不能再 两人拼到决胜局 现在第四局是打成了七平 其实在所有技术当中 接发球是难度最大的一项技术 你比如这个接发球 他接的就完全是属于一个 相对比较 就很差 这个实量 业余的一个水平 真的很差这个质量 不够专业 就是感觉 一定要控制 要控制严密 不掉他一分 好 这个接发球 8比7 打到8比8 还有机会 9比7 这个球就很难打了 我掉他一分 推动 推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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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其实第一板球 挑得非常好 对 这个球是个机会球 很果断 台内短球其实不容易 不如长球处理的 那么简单 短球呢 他要求手腕的发力要集中 前臂收缩要快 这是武汉安心100%的教练 饶静文 饶静文是前国家队队员 他也是世界大学生的单打冠军 那么他组建这个队伍呢 今年是第二年 第一年打了亚军 这个饶静文呢 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 拼抄的颁奖仪式上 留下了激动和无味杂陈的泪水 因为他带队伍转型 当教练不容易 他自己肯定心里最知道 是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 武汉安心100%这个俱乐部 在饶静文的带领下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 那今天也是他们 最希望能够夺冠军 拿到冠军的一个时刻 看到这个男女团的 冰超联赛的冠军奖杯 就在现场摆着 他们分别叫龙杯和凤杯 我刚才也专门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继续来看刘诗文的赛点 比较高联赛的冠军奖杯 我刚才都会被冠军奖杯 今次又会冠军奖杯 也会冠军奖杯 我刚才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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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简单点评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回到平朝联赛的 比赛现场 我觉得这场球呢 这个刘世文赢呢 是打得很好 也属于正常吧 我觉得总体他的水平 是在对手之上的 那对于小将来讲呢 我觉得